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明吉、哈尼、达尼尔、黑林、黑因 明吉斯五位成员的出道经历 在江源道出生的明吉 从小就很喜欢英文 小学时期也有几个月的加拿大夏令营经验 英文非常好 所以在成为利息生之前 明吉曾准备进入外国语沟中 回国后一直到初中一年级 明吉在一个实用音乐学院学习了吉他 当时学院的院长认为 明吉的外貌太漂亮 只弹吉他实在是太可惜 因此推荐他参加了在学院内部举办的Source Music试镜 当天明吉表演了Twice的Signal 一次就通过试镜成为了练习生 而为了练习生生活 他转学到了首尔的新沙中学 当时学校马上传出 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学生转学来 而引起了小小的骚动 2019年9月 他参与了由PKIT和Source Music 与明尼锦合作进行的 Plus Global Audition的宣传海报和宣传影片 他与Honey一起出演了BTS的Permission to Dance MV 从2017年初中一年级开始 在Source Music和Odo 度过了约4年练习生生活后 实力优秀的明吉 最先加入了New Jeans的出道组 并在2022年7月22号 正式以New Jeans成员出道了 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出生 一直长大的Honey 小学时期非常喜欢乐团One Direction 甚至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他还拿着One Direction 音源横幅 参加了在墨尔本举行的演唱会 因为Honey从小就喜欢唱歌 所以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也参加了The Boys Australia的儿童白选秀节目 The Boys Kids Australia 在通过试镜来到韩国之前 Honey也在墨尔本与越南裔朋友们 一起以K-POP翻跳舞蹈队 Emina进行了几个月的活动 之后在2019年7月 Honey通过了Sous Music与迷尼锦合作进行的 Plus Global Audition 从2020年15岁开始 在Sous Music和Odo度过了两年的 练习生生活后 成功以New Jeans的成员出道了 塔尼尔出生在澳大利亚 父亲为澳大利亚人 母亲是韩国人 因为母亲想要教导孩子们韩国文化 所以塔尼尔从4岁到7岁在韩国生活了三年 而塔尼尔从小就因初中的外貌 在韩国生活的时候就当过儿童模特 出演了很多节目 并在很多儿童模特大会拿下了冠军 因此当时也有过粉丝团 2016年 小学五年级的塔尼尔 在澳洲参加了Matera音乐剧的表演 2018年12月 中学一年级的塔尼尔 参加了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的 韩国青少年文化艺术节 当天他演唱了澳大利亚歌手的歌曲 并透过现场观众投票 赢得了人气奖 获得了奖品酷酷电子锅 之后在2020年中学三年级开始 塔尼尔度过了两年的力气症生活后 成功引Nudence成员出道了 在首尔出生的黑林 小学时期 她参加了学校的广播社团活动 根据当时的同学们表示 黑林在学校已漂亮出名 因此在出道之前 黑林经常在街上收到了新他们的名片 据说每当收到名片时 黑林都会和朋友们一起讨论 成为艺人之后的事情 在成为练习生之前的2018年 黑林也上过舞蹈学院 之后在2020年初 黑林以Probilegan Satchimi的歌曲 通过了嗨补的争选赛 从中学二年级开始 在SUS Music和Odo 度过了两年的练习生生活后 以New Jeans的成员成功出道了 从小就以儿童模特活动 参加过国内外很多时装秀 在2019年 The Look of the Year儿童模特选拔大会 拿下了大赏 并且拍摄过非常多品牌的广告 也当过台湾泡沫红茶品牌的模特 而大约从10岁开始 对舞蹈充满热情的黑林开始学习了舞蹈 2017年到2018年 黑林作为Kids Planning所属的 YouSugar第一期成员进行了活动 当时的一名是Yu Jun 并出演过在上海举办的Showcase 在成为练习生之前 黑林也出演过 邀家亲子Yu Ju的Hat Shigener 南团阿龙的MV 并在EBS Ponyhani中 与Tubaito一起进行过节目 黑林从2021年5月开始成为了Odo的练习生 在成为练习生后 就没有上过学 因为疫情影响 他透过小学毕业的资格考试 完成了小学学业 之后在度过一年两个月的练习生生活后 黑林成功以Nujiens的Mane 华丽出道了 DongYu DongYu 中文字幕——YK